昨日日本男性木村拓哉在节目中 首度谈及杰尼斯创办人 乔尼喜多川的性丑闻事件 自从性丑闻在全世界曝光 公司解体改名 他不曾公开回应 更易爱之一发文 引用创办人名言 挨轰掉粉 罕见透过节目倾诉新生 木村拓哉坦言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没有一个地方能用自己的声音 自己的话来表达过 所以有这样的场合 让我能说出来真的很有帮助 因为有受害者 所以不仅仅是工作现场的人 也让粉丝们感到非常担心 对此我感到非常的抱歉 据悉木村拓哉15岁时 进入杰尼斯事务所 随后加入男团SMAP 同时在戏剧圈主演多部电视剧爆红 获得收视男封号 直至现在51岁 仍是一线戏剧男神 木村拓哉受到公司现性丑闻影响 原本的许多代言和